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一周博文观美国时政 你们是一周美国 我是马英林 下方详细报道 8月31日 负责国会大厦以务工作的医生布莱恩·莫拉康 告诉媒体 惨疑远少数党领袖麦康内尔身体状况良好 可以按照计划继续执行其一程 8月30日 现年81岁的麦康内尔 在恒塔基州卡温顿的记者会上出现了30秒的失语状况 当记者问他2016年会否竞选连任时 麦康内尔似乎陷入了法僵状态 继7月份在国会大厦新闻发布会上短暂失语后 这是他第二次出现类似状况 8月31日 国会医师莫立汉称 他信问过麦卡锡的健康状况 并且与神经病学团队协商过 麦拉康说 评估了昨日的事件之后 我已经统治了麦康内尔 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可以继续按计划进行他的日程安排 今年3月和7月 麦康内尔跌过两次 造成了路振导和辣骨骨折 9月1日联邦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 8月份美国失业率由7月份的3.5% 弱性去到3.8% 为2022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测 卫报告说 经过季节的因素调整之后 8月份全美新增飞龙就业人数为18.7万 超过了经济学家预测的17万 在工资方面 8月份劳工时新环比增加了0.2% 月度增幅也率少于经济学家预测的0.3%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 年度增幅也都少于经济学家预测的4.4% 这个可能是痛苦膨胀压力减轻的一个迹象 当月医疗保健行业新增就业人数最多 由7.1万人 其次是优限和酒店业新增了4万人 接下来是社会援助行业和建筑业分别新增了2.6万人和2.2万人 同时 运输和仓储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3.4万人 信息业减少了1.5万人 92日内华达州黑岩沙漠突然降暴雨 苏曼明去到那里参加火人节的游客被困在沙漠烂泥中 由于当日特干暴雨 黑岩城临时搭建的音乐艺术节场地 变成无法通行的一片烂泥地 活动组织方暂停了和外界的交通 并且建议参加活动的人节药水、食品和燃料 火人节组织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警告 说黑岩城大门和机场的出入后仍然关闭 只允许紧急车辆通行 如果你在黑岩城请消失粮食、食物和燃料 找一个温暖和安全的地方躲避 该活动的组织者还通告 火人节结束之前禁止其他人和车辆进入 有一些参加该活动的游客发现情况不妙 在来临中途步行左掃英里才逃离现场 9月3日 佛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海恩 可以利用宪法第14修正案 使用前总统特朗普 无至于参加2014年总统竞选 理由是特朗普和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暴乱有关 当日海恩接受ABC采访时说 在我看来那天对国会大厦的 说得非常具体 即是如果某人在之前任期间宣誓支持宪法 但后来从事反对宪法的叛乱行为 或者向宪法的敌人提供援助或者安慰 除非他们获得国会三分之二的大赦票数 否则未来就无资格担任公职 一些法律学者和团体也认为这个规定适用于特朗普 海恩说不少民主党人认为应该利用第14修正案 禁止特朗普继续竞选总统 9月4日总统拜登延伸费城的劳工节慶祝活动 不但强调了工会的重要性 并称赞了工人对美国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 当日他在费城参加劳工节活动时 讲到美国经济如何从新冠疫情中复苏 他的政府为改善美国基础设施所做的事 并且特别提到了工会是维护中产阶级权益方面的重要性 他手持麦克风 其是工会强大标语牌后面说 这个劳工节我们慶祝就业机会高薪工作 那些可以养家户口的工作 又工会保护的工作 拜登经常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 并且经常提到 中产阶级工人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 他上星期还说 华尔街没有造就美国 是中产阶级造就了美国 而工会造就了中产阶级 9月5日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 9月4日晚上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新冠检检测结果呈阳性 表明她又严上了新冠病毒 吉尔的通讯主任伊利斯伯阿里山大披露第一夫人 出现了轻微的新冠感染症状 她将会留在特拉华州自己家里面 按照原定计划 9月5日吉尔将开始在佛吉尼亚州社区学院展开新学年的教学工作 她是该校的英文和社作老师 但由于她感染了新冠病毒 该校正在为她寻找代科老师 吉尔这次被确诊感染新冠 刚好就是总统拜登即将前往印度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 白宫发言人阳疲劳而披露 9月4日晚上 拜登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 白宫医疗团队将会继续监测他的身体状况 定期为他做新冠检测 9月6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披露 太平洋时间当日凌晨1点26分 美国空军是加州试射了一枚美装在核弹后的民兵三型洲制弹道导弹 两枚洲制弹道导弹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 飞行4200英里后到达马赵尔群岛的跨甲林环礁 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发表声明 两次的试射验证作州制弹道导弹系统的准确性和核靠性 为了确保持续安全、核靠和有效的核威胁 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 就是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和TV频道 获得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